以及张志博士在背后倾听的工作 今天呢 也是从上次报告之后 又过了一个月 今天我们有幸又邀请到了两位 我们这个粒子法领域非常优秀的博士生 以及这个年轻的学者 第一位呢是崔向达博士 在崔向达博士报告开始前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崔向达的博士的一些教育背景 以及主要的研究方向 崔博士是本科是哈工程 是海洋与船舶工程专业 然后去加拿大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念的硕士 现在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 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在读 崔博士现在是 他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是 是飞机结冰等问题 用STH来模拟这类问题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几个方面 其中包括高性能计算 还有多物理的计算力学 刘国偶和 以及CFD技术在航空以及海洋工程中的应用 今天崔博士要给我们带来讲座的题目是 Multi-phase SPH modeling of super-cold large droplets impingement and solidification for in-flight icing conditions 这个对我的简介就做这么多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崔博士 好吧 我们整个这个会议大概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控制一下时间 比如说二十个软件的时候 这里边也会有一些事 比如说做一些地面起步软件 一些天然气的一些技术 像它的一些实验率 谁在说 这个方面 以及包括它的会不会形成水泡 所以我们这个包括就尽量我们控制在25分钟以内 然后有个5到10分钟的讨论环节 这样子 那下面就有请崔博士 好的 谢谢罗敏师兄的介绍 然后大家能看见我的题具吧 可以 好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报的主题就是 是多项流的SPH研究过冷大水滴的抨击与固化 是对于飞行结冰的condition而言 然后国内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学校 所以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曼基尔大学 它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 它明年大概就建校200周年了 然后魁北克省也比较特殊在加拿大 它是一个法语区 然后所以这里大部分人说法语 不过曼基尔大学是一个英语大学 这里有几个不错的法语大学 像蒙特利尔大学和拉瓦尔大学 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这边看一看还是错 然后我们实验室呢 是哈巴士教授的实验室 叫做SmokeU CFD Lab 然后我们主大概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Inflat Ising 就是飞行结冰 另外一个是Hypersonics 两个方向分别对应两个软件 像Inflat Ising的话是Fansive Ice 它已经是因为它已经做了大概20年 所以已经完全商业化了 现在是ANSYS在运营 所以如果大家有ANSYS的license的话 应该是能access到这个软件的 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然后至于别的信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看 我的研究的主要背景就是Inflat Ising 飞行中结冰 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飞行状况 对于飞机来讲 它是当飞机穿过特殊的云城 或者遭遇特殊的天气状况的时候 飞机的一些重要位置会出现结冰 像生力面或者控制面 或者一些censors或props可能会结冰 这样就可能会导致生力的载降 因为那个气动外形被冰的形状破坏了 然后也会造成主力的增加 更早的失数 所以这些比较坏的情况 如果结合起来的话 很可能造成事故甚至空难 历史上有很多空难都是因为飞机结冰 如果大家感觉可以上网上查一下 然后1994年一次空难 让大家意识到了SLD的存在 就是过冷大水滴 过冷大水滴呢 它比较特殊 就是它的直径比较大 一般在50微米到1毫米之间 它们是液态 但是它们的温度是低于 结冰温度就低于零度 这种天气状况 会带来结冰 会增长特别快速 就飞机可能十几分钟就结特别厚的冰 所以特别危险 然后后来做了很多的研究 最近FAA跟EASA都把SLD纳入到它们的试航的规范里面 就是任何新的飞机被设计出来 要能够卖出去 能够进美国进欧洲 必须通过它们的试航规范 SLD因为它直径比较大 所以它在碰撞之前 碰撞飞机之前就可能破碎或者聚合 也可能在碰撞的时候发散 碰溅 碰撞之后可能 rebound 弹跳起来 或者移位 不在第一抨击点 可能没有粘在上面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飞机结冰其实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因为所有飞机其实都有储兵装置 最可怕是飞机的结冰的位置 没有被储兵装置覆盖 而SLD就是造成这种 影响不到位置结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它打到飞机上第一抨击点 不是唯一的抨击点 因为它会产生二次的消水滴 然后随着气流到下游的飞机表面 结冰 所以这个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冰 这对飞机员 还有对飞机的储兵设施 都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主要研究的目的是 想要更精准预测 飞机穿过SLD的结冰状况的时候 哪里会容易结冰 但没有被之前考虑到 在得到结冰试航 这个certification的时候 通常是用几种不同方法混合在一起 包括飞机直接去飞 去找能够结冰的云层 然后让它去结冰 看飞机能不能应付这种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冰冻里面 复制SLD的这种天气情况 用模型来模拟 但这种情况很少能模拟全尺度的飞机 通常只能是一个机翼或者一个引擎或者什么样 所以没法就是global的看待这个整个事件 所以这是有缺陷的 对于直接用飞机去飞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太贵了 而且花的时间很长 虽然飞机结冰很危险 但它并不是轻易就能找着的 有的可能花几个月 甚至一年 像我们的ARG21 其实就花了好久的时间去 找这种结冰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CFD就展现出来它的优点 就是因为它可以模拟各种功况 也可以把整个飞机都考虑进去 CFD的问题是它用的SLD的module 是经验公式 非常简单的经验公式 然后或者是从低数的水滴实验中 拓展出来的一些经验公式 是我们希望是进一步提高 这个SLD的module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一个 数值的实验 就是用数值实验做 单个SLD的抨击 去看它的特性 希望最终能够提取出来 一个更准确的SLDmodule 然后把它移植到 那个Inflatizing code里面 SPH对这个问题是 能展现出来很多优点 比如说它严格的质量守恒 然后能represent复杂的界面 然后更重要是它能非常轻易的 就能模拟相变 以及一些SuperCode 过冷的 过冷固化的一些现象 像Nucleation 是叫Nucleation 然后Dendrache Growth 是树状的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图片 是比较复杂的解决状况 然后我们就整个公众的 就是提一个SPH的framework 去做这个Nucleation 的Inflatization 这是我们的Multipase SPH的Equation 我们用的技术都是偏 偏 simple但是有bust的technique 因为这样我们是希望开发一个 使用的SOLWAR 然后去解决一个相对基础的物理问题 所以我们的SOLWAR是 这些技术大家应该都比较 都很熟悉 像Artificial Viscous Artificial Diffusive 然后Background Pressure 然后因为我们做验证的时候 有低数的彭机 我们也把SVT term加进去了 然后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把温度场加进来 所以是第四个方程 是温度场的Energy Equation 然后这是我们的framework 除了刚才说几个方程 SOLID Boundary 我们用了Fixed Close Particle Method 然后Energy Equation 我们加入了一个Latent Heat Model 去模拟它的相变 然后基于Fixed Ghost Particle 和Surface Tension Model 我们企图来了一个contact angle model 去模拟固体表面的输水性 然后我会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比较新的是 contact angle model和Latent Heat Model contact angle model是基于 Surface Tension Model和Fixed Ghost Particle Method Surface Tension Model 我用的是胡老师提出来的 后来张老师把它用到了那个Bubble Dynamics 然后大家想了解来去看论文 然后Fixed Ghost Particle Method是马人提出来的 我们的固体边界呢 是相对比较简单 就大概就是一个盒子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比较稳定 我觉得还比较推荐它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提一个contact angle model呢 是因为有人提出来要用输水的 输水的飞机表面去防止结冰 或者去除冰 或者whatever 所以呢 他们就希望用输水表面来增加水的bounce off 或者preventing tar rampart water freezing 但是他们只做了非常简单的实验 不是单个的水滴打到这个表面的实验 或者就是单个的记忆做这种实验 我们是如果从全局的整个飞机考虑的话 其实这种方法我们觉得不是特别乐观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真正的运用到大的飞机 可能小的无人机可能有用到 但真正的科技上面应该是比较难 但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模拟它 了解它一下 contact angle就是空气跟水的interface 以及solid surface之间的夹角 或者solid surface固水界面和水液界面 空气和水界面的夹角 如果夹角大于90度的话 我们考虑它是输水性的 contact angle model呢 我们是 大概就是它其实还是基于surface tension model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surface tension model更具体化 因为当它碰到ghost practical的时候 你要解释固体粒子在surface tension model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它是一个triple face problem 我们在提这个model的时候 我们首先做了三种特殊的case的想象 比如说当contact angle model是180度的时候 我们就想象它是一个完美的圆形在空气中 所以我们想那就把solid这个solid particle solid ghost particle 看成air particle 对于contact angle等于零度的时候 我们就想是一个小水滴融入到了一片水中 所以它contact angle可以是零 所以我们就把ghost particle当成水 那个water particle 或者water colored 然后对于90度的话就一半一半 就靠近水粒子的呢 靠近水粒子的我们就设成water colored 靠近air particle我们就设成air color 对于ghost particle来说 然后介绍之间的呢 我们是引入了一个coefficient lambda 去如果是对于前面这三种情况的话 那lambda就是1 但是对于界之间的话 我们希望lambda是0到1之间 然后我们就定义了partial color partial world color或者partial air color 去让这个固体表面更像水 或者更像空气或者更像水 更像空气或者更像水 对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刚才解决的是color的问题 在求解surface tension的时候 除了color的问题还有一个normal的问题 因为在求解界面的creature的时候 我们需要求解divergence of normal 所以固体粒子的normal也是需要被复制的 你不能直接用它本来的固体表面的normal 那样是计算出来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这里也参考之前的一些paper的经验 我们是直接把它复制成我们想要的interface normal 这就是完整的contile angle model的设计 然后对于latan heat model呢 这个很简单 就是对于water particle 对于水粒子 当它失去热量 它温度会下降 但当它达到结冰温度的时候 比如说零度 它再失去热量 它的温度就不会再下降 而是在不停地失去热量 直到它的latan heat完全释放以后 它会向变 变成零度的冰粒子 我们的程序就是希望把这个过程 表现出来 其实这个很容易解决 然后我们还引入了一个概念 叫fraction all ice 我们是希望在这个水粒子 结冰的过程中 我们把它考虑成冰水混合物 这样在后处的时候 更容易呈现整个过程 因为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 就是完全就是水粒子 但是在结冰过程中 我们还把粒子当成水粒子 只是说呈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fraction all ice 然后superlue solidification会更复杂一些 它是因为它是在零度以下的水 它结冰的时候不是正常结冰 通过实验的我发现有三个stage 第一个就是结晶 第二个是树状固化 叫dendritic freezing 它是一个很快速的结冰 但是是把水转化成了冰水混合物 就是说水中只有一小部分粒子转成了冰 但周围的水粒子并没有办法转成冰 而反而是 嗯就是这样 然后第三项呢就是正常的结冰 就是整个dendritic freezing结冰以后正常的结冰 然后我们的test case里面 我们是假设水打到冰面上 这样就可以把nucleation 这个random的process省略掉 我们就直接用了一个fast的solidification model 去模拟dendritic freezing 其实这个过程是能够是决定了水滴在抨击的时候 同时也固化了一个主要的影响的过程 然后这物理的都介绍完毕了 然后我们的代码是用了npi的parallization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是用了3dpartitioning 因为我们的particle都是同样的大小 所以我们的subdomain都是均分的 所以相对来讲 parallization起来会容易一些 然后 因为最开始我们用的是1dpartitioning 但它很快就达到了极限 因为你把subdomain切特别扁的话 它就不能再细分了 然后3dpartitioning的话 就可以highly thread it 我们用过超过1000个CPU 然后测试过超过1亿的leads 但我们run test case不会到那么高 但是会让整个更快一些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交流的有顺序的沟通数据 会让communication的次数减少 这个我就不说了 如果大家敢看论文 以及一个reindex的technic 去把就是一个leads 从一个subdomain到另外一个subdomain 我们叫它们移民leads 把移民leads就重新 就归位到新的subdomain的储存里面 这个方法其实很暴力 没有很多技巧 但是很安全 就不会造成一些数据储存的问题 然后现在看一些结果 第一类结果是 我们做了小水滴打在水膜上面 首先我们测试了低数的 低数的抨击 这个抨击呢 是一个3.82毫米的水滴 撞在一个2.56毫米的水膜上 以3.94米每秒的速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water crown 然后water crown的高度和宽度 和diameter和直径 是可以跟实验数据对比的 结果差的不多 然后右上角动图我们是对比了 SPH的结果有surface tension和没有surface tension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宏观的量 比如说crown height跟crown diameter影响并不大 但是对crown它上面那个topping的有一点粒子聚合 是surface tension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把抨击的速度扩展到了100米每秒 这是一个比较tipical的一个飞机起降的一个速度 然后我们分析了water film的厚度对water crown的影响 比如说上图右边的是比较薄的water film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water crown其实是biameter的直径是更大的 然后高度应该更低 然后下面是我们测试了不同的斜向冲击 用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们是发现如果倾斜的越厉害 水膜对droplet的阻碍作用越明显 所以它stressing就更小一些 然后我们又测试了水滴抨击一个非常薄的水膜 它大概只有水滴直径的四十分之一 然后是以不同的速度冲击10米每秒和100米每秒 我们可以看到10米每秒的时候 stressing tension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到100米每秒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第二类结果我们是模拟了水滴 一个正常水温的水滴冲击一个冷的干板 我们可以先看它冲击 然后它会结冰 首先我们还是做了验证 是一个 是一个 它结冰过程是一个 是一个静止的 静止的水滴 但是为了获得这个静止的水滴 我们先让一个小水珠 以非常低速度冲击一个冷板 然后再结冰 是这样 这个冲击过程跟结冰过程两个过程的time scale是不同的 就冲击要快很多 结冰要慢很多 所以就必须把两个过程分开来 因为如果不分开的话time step受不了 因为冲击过程time step其实很小 然后结冰要用比较大的time step 所以当我们得到那个静止的小水滴以后 我们就把粒子的运动就取消掉了 对于结冰的过程 我们只用了相当于只用了康达的胜移规定 就只用了热传导 然后跟实验结果呢 其实差也不远 然后我们就又进一步的把它拓展到高速的冲击 用0.5毫米的零度的dropit冲击一个-50度的板 这种情况下的因为水滴更小了 然后它冲击速度更高 扩散的更大更开 所以它的结冰速度要提高一些 但还是分离的 就是冲击的过程其实它没有结冰 所以这跟我们理解的过冷 大水滴的结冰过程是有差距的 因为过冷大水滴 其实我们想象它应该是边冲击边结冰的 但如果没有那个super cool effects的话 它们冲击和结冰其实是分开的 然后这是冲击后的粒子分布 我们可以看100米每秒的话是粒子散的更开 然后第三类呢我们是用到了contact angle model了 然后就是让小水滴去冲击输水的平板 首先我们做了contact angle model的验证 我们是让一个小水滴方放在平面上 平面是有不同的contact angle 然后它们会自己进化到我们所设计的contact angle 我这里图示给的是45度90度135度 但我们其实做了从45度到165度所有的contact angle 也不是说就是大概分了10个 10个左右 然后撤了不同的particle的number 然后跟theoretical的solution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并不完美 我一直觉得contact angle angle model 其实是一个更宏观的表达 它跟真正的说输水的物理机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之后我们把这个contact angle model应用到了水冲击输水版 首先那是一个2.75毫米的水滴冲击 一个板 这个板的advancing compare angle是105度 receding的时候是95度 advancing就是扩散的时候 receding就是收缩的时候 然后我们snapshots跟实验值还有VOF都做了比较 然后这是他们直径的time history的对比 差距也并不大 然后之后呢我们是让 另外一个新case是让小水滴冲击一个冷的超输水的板 这个超输水的板的温度是-15度 然后它的advancing上的iron goal是158度 然后receding的时候是118度 然后这两个图片一个是从实验来 一个是我们的simulation 这是完全弹起来以后的照片 然后这里是整个小水滴冲击的时候 水和板的接触面积和实验值的对比 然后右边的动图 左边是z方向的速度 右边呢是fraction of ice 是冰的就是冰含量 冰含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冰的含量并不高 没有粒子达到完全转成冰粒子 然后最高大概只有0.5的冰含量 然后而且都集中在靠近板的位置 所以整体而言热传导是比droplet dynamics 是要非常更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就到最后一步了 我们说要模拟SLD 让它冲击一个冰表面 然后是附加着 super cool effects 就是过冷现象 像nucleation, dendrites growth 这结果还是比较初步的 我们只做了这一个validation 但是结果其实是比我们预期的要好一些 这是一个小水珠 它是-16度 然后冲击一个ice surface ice surface是-11度 然后冲击速度是2.2米每秒 然后呢 右边是我们的实验结果 它是3D的模拟 但是为了更方便 我是cut out的一个section 所以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蓝色代表水 然后红色代表是ice particle 然后它的recidial ice的厚度 我们两个其实是跟实验值是很接近的 这个项目还没有完全结束 后续我们会提高它的冲击速度 然后看它的一些分布 但我觉得根据推断的话 其实就算加上supercore的effects 它的解冰速度还是比冲击要慢很多 特别是当我们把速度提高到飞机的速度 100米每秒的时候 其实SLD 这也就更验证了说我们在研究SLD的出发点 就是说当SLD撞击到飞机的表面的时候 撞击的第一个点 它不会完全的结冰 或只会留下很少的冰 然后其他的就全部跟着气流又重新飞出去 重新飞出去之后 就可能在下游的地方又重新撞上飞机表面 造成意想不到的结冰 因为传统的结冰 我们是认为说碰到的颗粒很小 其实就是云的颗粒大概只有 最大最大可能也只有30微米 30微米我们就不考虑它的碰见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test case 其实是跟我们的出发点是吻合的 就是说SLD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位置的结冰 这大概就是我所有的test case 然后conclusion是我们开发了一个3D的 三项的SPH server 然后去解决去模拟SLD的冲击 特别是我们想把它运用到 Inflite Ising上面 然后比较新的点 我们是提出来一个contact envelope model 去模拟板的输水性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latent heat model 和一个dendritic growth model 去模拟结冰和过冷结冰 然后我们的算力也包含的比较全面了 到最后一个例子 我觉得是我还比较满意 就是大概都覆盖到了 然后未来呢 我们希望看到的进一步的开发 是我们希望引入一个可变精度的技术 然后能把Airphase大大的简化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90%以上的计算量都花在了Airphase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觉得Airphase改变 就是对整个物理过程有很大的决定性作用 而且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引入气流的话 还没有引入气流 现在只是一个静止的box里面的静止空气粒子 所以后续更好的其实我觉得是hybrid SPH 和一个Mesh-based method 让Mesh-based method就是专门求解气流场 然后用SPH去模拟水和解冰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之后应用到工业界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这个工作是能做更多的parameter study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可靠的SLD model 然后去提高现有的In-Flight Item Code 好这就是我所有的报告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research gate上面去看我的论文 基本所有论文的全文都在上面 好谢谢大家 谢谢崔博士精彩的报告 确实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方向的 通过这个报告我还是学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 看来就是这个SPH能够模拟的问题 让我这个认知上又得到了一些拓展 所以觉得SPH还是挺强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自由讨论一下 胡老师要不您先起个头 胡老师可能刚才有点事情 先出去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谢谢香兰非常漂亮的工作 谢谢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做的 就是SPH做这些模拟都是单个液滴 比如它的冲击或者是结冰过程是吧 然后我们知道其实在飞机就是真正的结冰过程中 它是一个非常宏观的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从单个液滴 如何扩展到宏观是引入更多粒子的模拟 还是只是这个过程 你只是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再做一个Mate Scale呢 肯定不会说用更多的粒子去模拟 这个就是需要 所以我就说最后我Future World第三项 就是要提取一个SLD Model 就是要从Micro Scale到Macro Scale 这个呢 因为现在的它的结冰软件里用的SLD Model真的很简陋 它就是一个分数 就是说一个小水滴打到板上 多零点几的流下 零点几的飞出去了 所以它是完全不是基于CFD这么 就是能提供这么多信息 当然大家也都在说很多 比如说用Machine Learning 或者Data Science 或者怎样 是不是能做更多工作 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们的实验室也有在做Reduce Other Method 我们可能也会尝试这方面的图建 整体而言 我们觉得基于现在的工作 是能比较轻松的提高现有的SLD的模型 在Inflate Ashing Codes里面 就是因为之前它实在是太简陋了 但是我肯定不太可能说 我们用更多粒子去模拟更多水滴 那个是无穷无尽的 那个是能够做到的 OK 胡老师让我带他问几个 问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既然你们 我看到你刚才介绍 你们已经有很成熟的双约软件 你为什么还要做一些SPH的模拟呢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你现在 如果考虑到空气粒子的话 你现在考虑空气粒子了吗 已经考虑了吧 考虑空气粒子了 OK 就是你为什么还要用SPH做呢 对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用的SLD model 是一个非常简陋的module 所以我们用SPH就是更细致的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希望至少是提取出来一个公式 一个基于CFD的经验公式 更精确的或者一个data base 就是更精确的表达小水滴撞到飞机表面以后 出现的不管是速度分布还是质量分布 这对提高E-fly的Ithin code都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你想做用SPH改进一下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module 然后再把这个module 运用到你们成熟的商业软件里面 大概就是 对对对对是这样 OK 其实工业我们了解到工业界其实对新技术是非常迟钝的 就是他们如果在了这个航空方向飞机厂商 他们用的运用CFD的程度 其实是远远落后于就是学术界的进展情况 他们用的代码可能都还是几十年前的 甚至是二维的 然后可能也不是求E-ns方的 这也说不定是用的panel method 所以其实这也挺奇怪 有很多好东西他们没有用到 OK 然后空气粒子呢 是我加了加了 就是整个计算域是被空气粒子填充的 但我很不满意的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大计算量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受益很多 但我们又必须又需要这个空气粒子 因为我们计算selfish tension 还是希望有空气粒子 OK OK那你可以考虑一下MartRadial的螺性把空气的计算量给省掉 对对对对对 但我现在就是急于把PhD完成 然后后续在比较自由的 OK 刚才看你提到了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contact angle还是基于一个静止的 是一个dynamics的还是一个静态的 嗯 contact angle是一个静止的 是一个静止 我知道有他们有用dynamic dynamical的contact angle 就是contact angle大概是变化的 我用的是静止的contact angle 因为我们的结果 我发现还就是因为还不错 所以我也就没有在细极说再加一个dynamic的contact angle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比如说这个norm 你能看到这个interface normal吗 嗯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把这个contact angle直接赋予给这个水粒子 而是用一个我用把那个ghost particle 它有一个固定的interface normal 然后是让它去产生一个粒 然后让这个interface是趋近于这个 Iglierbrim contact angle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本身就表达一种动态过程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受益于这个 因为我们结果确实还可以 对 因为我最近读了几篇文章 也是做contact angle的 他们好像就是直接把这个 就是这个contact的这几个界面的话 直接给赋予一个脑母过去 然后再 对对对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 如果他们的比较好用 我就直接用他们 但他们其实他们基本上只用在二维的 然后三维的话就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我这个就我觉得相对简单 因为他们还直接就把normal 附给air particle或者water particle 对 我这个就没有复制 就是完全是对这个ghost particle做操作 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我觉得 ok ok 谢谢 然后你刚才最后说要做一个就是 粒子法和网格法做一个coupling 就是这个coupling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就是说对于航空的应用呢 我们的气流是开放气流 这个对productive method其实非常不友好 对 我现在只有初步设想 我也没有具体的去看到 我希望是air就完全用mesh method 但是interface其实比较难处理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弱的interaction weak interaction 不是foil interaction 就是水跟气 它那个interface可以做一些模糊的处理 因为到单个水粒子 你看那些slashing是变成单个水粒子的话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再具体的用数值去重构它们的interface 我觉得其实有点有点复杂 而且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就模糊化的处理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spheric 遇到一个英国bristol还是什么 他们做那个飞机释放油的那个过程 是用sph模拟的 他们用sph模拟油 就是比如说飞机要失试了 他们要把飞机里存的油快速的放掉 就以免爆炸什么 就放油的那个过程 他们就是用 拥用sph模拟那个油 然后空气场的话是用match-based method 大概我是跟他们思路是比较一致的 OK,谢谢 我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 我看到评论区有个问题是吧 罗琳可以帮读一下好吧 好 向导,这个问题是 这个sld模型首先是成核 这个核心是一个液滴的中心吗 还是说需要通过经济公式决定 好问题 这个其实我的模拟里面就省略掉了 但是这个值得说一说就是 它的nucleation叫成核是吧 我不太知道 nucleation它是random 它是随机的 就是碰撞做实验的时候 你做100次实验可能得到不同的点 所以呢 但是如果是小水滴冲击冰面的话 就简单很多 因为冰它本身是解晶盒 所以冲击冰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认为 只要冲击到上面马上就已经nucleation 所以这是做了一些简化 但对于冲击那个dry surface的话 这个有很多实验也有很多理论 但是我不想把我的工作搞太复杂 所以我就把这部省略掉 所以不知道满意不满意这个回答 对我有个小建议 就是提问的学者可以把摄像头打开 因为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 知道你认识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机会 那如果有一些原因不开也可以了 这个就是都行 好吧 那其他学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感觉像进一步了解的 罗敏我问个问题 问个崔博士 邵老师你好 好的 罗敏我这就不开社校头了 真的收拾物子呢 太乱了 但是上了这我都认识你了 崔博士我问一下 就是首先来讲 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很不错的 就是说 SPH就说这是确实用于新的领域 而且你这研究确实很系统 从开始这个模型到最后这个合成模型 一步一步 确实做得很系统很不错 我就问一下 你的导师就是瓦嘎迪哈巴西是吗 对瓦嘎迪哈巴西 他是正导师吗 我看你还有个第二作者刚才的文章 那个是我们实验室的博士后 哦哦哦 那你是跟从名师啊 他是那个 International Journal CFD的正主编 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是的 欢迎大家投稿 欢迎大家 好的好的 我这你的意思是一个名师啊 还是 这个他是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我说点小故事 他是已经70多岁了 哎呦 他的对 他的导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个中国人 呃 沈申府 他可能 因为他是民国时候 民国时候可能到台湾或者这样 所以大陆可能不知道 但沈申府的导师是前野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哈巴西其实是前野生的土孙 那个哈巴西是美国人的崔博士啊 他他小时候是在埃及长大 然后读大学就到加拿大来读大学了 哦那他是埃及人对吧 对是埃及人 哦哦 好 他当主编很多年了 好像是 对因为这个journal就是他自己创办的 所以我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呢 不是日本人啊 他不是日本人 他是埃及人 埃及 哈巴西 哈巴西 我认识那个叫做 欢迎大家投稿啊 可以让我当神告人 我认识个阿巴西叫哈巴西 是不是同一个名字啊 应该不是 哈巴西 哈巴西也是个埃及人 也是埃及人啊 哈巴西 那么这发音不一样吧 对那可能是 就是变革了或者这样 哈巴西 这不叫哈巴西 哈巴西 好我没有问题了 你不叫做更多的 你不叫做更多的参数分析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工业界 对于这个结冰问题 它都是要建立什么跟什么的一些公式呢 就是比如说你做参数分析 你是统计什么类物理量呢 根据现在的他们的软件 他们用到的信息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抨击之后质量分布跟速度分布 就是飞溅出去的小粒子 它朝哪个方向 以多大速度 我们飞出去了 有多少 多少的质量 怎样的速度 大概就还是求解一个质量分布的问题 因为冰 结冰就是你收获到了多少的水粒子 所以说就是比如这个飞溅 我都先打到上面 溅出去的可能这个手就跑了 如果粘到这个飞机身上 就说明结冰了 对对对是这样 其实他们的那个 在他们商业软件里用的模型就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迎风面捕捉到的兵力 就是结冰 没有捕捉到的就不是 所以相对来讲 就简单很多 就捕捉SLG现象就要弱很多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推进或者怎样 不好意思,请那个背景观看什么关照可以吗 我现在可以了吗 对,我们再打开 那我再问一个 我说话可以听到了吗 可以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 你刚说到这本来有水滴 这水滴有一个物理尺寸 然后这个模拟还有一个模拟的数值粒子的尺寸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这个物理粒子的尺寸跟这个数值粒子的尺寸 它大概满足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基本上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关键的信息呢 你说水滴的尺度和我用的water particle的尺度 对 要看我们债户什么量 比如现在我用的大概比如说小水滴可能有五万个粒子或者十万个粒子 一个水滴五万个粒子 十万个粒子 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对工业级应用的话可以进一步压缩 我觉得甚至几千个粒子都可以 但我没有具体去想 因为是这样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总希望粒子数更高 然后结果更好看 但是对工业级应用的话 我们要捕捉量其实很粗糙 就是多少的像什么方向的什么速度有多少的质量飞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进一步降低的 那你就是有没有大概做一个网格 收敛性分析 我们做了一些收敛性分析 但是关注的量是 所以我们关注的量是比如说那个water crown的diameter跟he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 我这里没有展示结果 但是我们有做分析 就说即使我们想要得到更精细的物理量的收敛的话 也是可以做到的 哦 行 我觉得看看大家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里在这还有几个问题 但是我们私底下在交流 因为时间 对对对对 这个时间特别连久了 那胡老师 这张博士 那我们可以 我跟大伙儿有没有其他问题 ok 要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到下一个报告 好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次感谢崔博士 谢谢崔博士 谢谢大家 好 现在那我们开始第二个报告 第二个报告的报告人 这张啊 他唐晓晴博士已经在线了 我先也简单介绍一下啊 唐晓晴他其实是我师妹 他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天津大学 专业我猜应该是水利水电工程 是传播于海洋 哦 传播于海洋 都是同行 对 然后17年去新加坡 新加坡鼓励读博士 他就是 他就是在 我博士那个组 我们也开发了自己所谓的一套粒子法 取得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其实本质上就是ISPH 然后他就是基于那个方法在做一些冲刷方面的研究 是一个也是研究一些比较的比较传统的海岸工程的问题 啊 对 这就是我对唐晓晴博士 最近进行的一个简要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唐晓晴博士 嗯 嗯 大家好 能看见我的这个桌面对吧 嗯 我今天 对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基于这个Consistent Particle Method 来进行的这个砂的侵蚀和冲刷的模拟 那么这个Consistent Particle Method呢 也就是刚才罗敏师生所提到的 是我们祖先创立的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我会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我主要研究的呢就是这个泥砂的侵蚀和冲刷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和自然界是非常常见的 像我们这种 河道的这个沙的侵蚀和冲刷 以及在这个海岸方面 然后由于这个波浪对这个沙滩进行的一个侵蚀和冲刷 那么通过这张图我们也能够看见就是这个海浪对这个海岸的这个侵蚀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还有其实另外一个例子我没有放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日本的 你想說 这个是这个卖水 像我猫的 币